來到榜島南黃竹坑開了商場 但在12月底那時開 開完之後整個區域好很多 因為以前這裡除了工業區之外 你想找東西吃、買東西都沒有 現在就有51萬呎 總共150間商戶入住了這裡 相對來說好很多 現在仍然有很多裝修 或者叫吉普 因為它是分階段開 最主要對這裡的住宅是一個比較好的作用 以前住這裡 你要走回自己的家很煩 你要繞一條山路 現在就比較方便 就在商場上回自己的家 有吃東西 快餐店三間 酒樓有一間 零售店有很多 都是麵包店 有些小朋友的 學習、跳舞、跆拳道 健康護理一定有的 這些化妝版的生意 家居日用品都有的 它總共有五層 下面就有停車場 二百多個 去中華那邊方便 純粹靠地點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 但是開完商場 我猜整個環境都會好很多 雖然現在很多都是在裝修 發展需要時間 而香港發展的時間 步伐真的比較慢 因為這裡始終都是工具 住宅通道 就算你現在走到這裡 你都會感覺到有些裝修的味道 所以通風做得好一點 住宅通道 我猜這個住宅通道是通宅 港島南網上的平台 不論是陽海或者晉華都經這條路走 純粹地鐵站走上來 時間都很長 這裡 現在是這裡 剛才是這裡走過 所以我也是他開完商場第一次來這裡 等一會看完之後就去接個客人看 在上面 這裡就是讓海浴口 前面有政府設施和進華 看到體育館 這裡有不同的出入口都很方便 不過距離有點遠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式 海形山都在這邊 整段路很長 右下有遮措 但是... 太長了 有沒有捷徑可以走 這裡是停車場 它在這裡告訴你 如果你自己開車來 怕去商場應該怎麼走 正常不會走這邊 所以做地產有時候 真的要自己才走 客人才對你有差不多信任 去中間會所進行陽海 這邊就是陽海 有什麼東西 特幅神山 這裡有四旗 海形山 這裡就有四旗 海形山 這裡就有四旗 海形山 這裡就有四旗 海形山 這裏是去停車場 但跟我預計的方便又有距離 都不是很方便 有沒有好一點的出入口呢 我猜將來是有升降機去平台會鎖 又經過平台會鎖回自己的屋苑 會合理一點 因為商場仍然包圍所以 先出一下樓梯